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欧 特别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了距禁一千年的洞穴壁画 仅在这两个国家就发现了350个洞穴壁画 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实际上创造了人类的第一种书面语言 近几年来 专家们开始将数百个洞穴中的所有这些符号 整理成一个统一的词典 他们在数百个不同的洞穴中发现了相同或相似的符号 这些洞穴相距数百公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欧洲各地旅行 他记录下了他们的全部外观 发现了32个不同的符号 这些符号从简单的圆圈到梯形反复出现 每一个符号都有可能代表一种特定的动物或物体 而他们发现的不仅仅是动物的形状和符号 研究人员在印度峡谷地区的贾拉玛镇附近 还发现了神秘史前绘画 他们展示了长枝高镜和囚镜的奇形怪状的类人 这些画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 一些研究人员确信 这些都是第一次与外星人相遇的图像 其中一些人戴着头盔 头盔顶部伸出类似天线的形状 头一个洞穴 还有个三条腿或者三条牵引光束的 叠形不明飞行物的图画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 是什么使我们的祖先画出了这样奇怪的图像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是因为这些人误使了某种迷幻之物导致的 但他们还是无法解释 为何产生的幻觉和不明飞行物这么相似 而且这一点也无法支持 来自这么多个洞穴的同意图案的证明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留下您的看法 下期再见 动物一直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 它们的种类繁多 拥有着许多让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虽然人类在不断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 但仍然还有许多的动物是人类无法探究清楚的 就像小编听闻的这件事情 浙江有位老汉发现了一只四不像 村民都没有见过 专家看到后马上封锁村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根据小编的了解 在浙江的偏远山区有着一位老农 这天像往常一样上山干活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只见它的外表很特殊 很快就引来了当地村民围观 甚至村民还称它为四不像 最后就连专家们都得知了 专家们经过探查了解 却表示要立刻封锁整个村庄 因为这是我国的保护动物猎龄 它是由好几种动物组合而成的 有着鹿角牛蹄 羊面驴尾 因此看上去什么都不像 而这只被发现的猎龄 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在这山林之中 很有可能会遭受到人类的攻击 因此国家为了保护它 便立刻封锁了整个村庄 要是这件事情流传出去 很有可能附近的人们 都会来到这里围观 甚至还会对它造成伤害 对此亲爱的小伙伴们 认为这种方法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